5月16日,昆明八中长城中学音乐教室内,19名来自印度加尔各达穆哈德维贝拉学校的学生正跟随舞蹈老师学习中国仪族舞蹈刘克歌,为即将到来的文艺联欢会做准备。 印度歌舞《历史悠久》享有盛誉。 在学习现场,印度学生们对中国舞蹈的学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从动作到表情均认真练习。 在他们看来,中国舞蹈和印度舞蹈各具特色。 下午5时30分,文艺联欢会正式开始。 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轮流上台,将自己准备的节目呈现给台下的观众。 一组舞蹈刘克歌被作为压轴节目表演。 虽然只进行了80分钟的学习,但是印度学生们完美完成表演,获得阵阵掌声。 据悉,近年来,昆明巴中和印度多所学校保持友好交流访问,此次与印度加尔各达穆哈德维贝拉学校的交流活动为期一周。 印度学生与中国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并体验音乐、体育、美术等中国课程。